大家好,欢迎收看《行影不离》 这个物价低又免签的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从1949年起就不再需要军队 甚至连野生动物也是最幸福的 几百年前,西班牙探险者认为这里充满黄金 但实际上黄金没多少 自然景观和生物种群却数不胜数 这就是中美洲富饶的海岸格斯塔利加 一个唯一符合联合国环境五项标准的国家 其四分之一的国土被法定为国家公园 生探旅游是重要的经济支柱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同时拥有东西数百个迷人的海滩 游泳钓鱼或潜水冲浪任你选择 同时还有无数可爱酣蒙的海洋动物 格斯塔利加火山众多 曾经火山口喷出的花瓣将一座小镇淹没 壮观的火山口、漂亮的火山湖 还有冒泡的泥浆 迷人的瀑布就在山路旁 而山间的瀑布更可以游泳跳水甚至滑滑梯 云雾森林拥有侏罗纪公园一样的史前景观 六座吊桥横穿其中 桥上偶尔也会有不速之客 据说幸运的人都会遇见巨大的彩虹 骑马上山也是不错的选择 森林里还有独特的倒立滑锁 悬浮泵极和流水滑梯 很多游客更热衷于夜间徒步 可以安静地欣赏丛林万物生 格斯达利加拥有50万种自然生物 是世界上第一个关闭动物园的国家 但有些动物甚至根本不把人类放在眼里 还有乱发脾气的 哈气连天的 更有和睦相处的 走在丛林里一双眼睛绝对是不够用的 这里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疯狂动物城 另外还有一座私人的狗岛 更是流浪狗狗的天堂 格斯达利加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探中立的国家 作为世界五大蓝色地带之一 也是著名的医疗旅游圣地 某奢侈品的抗衰老产品成分中 就有这里的咖啡 其实当地人喝咖啡几乎就是家常便饭 格斯达利加人都过着一种纯粹的生活 是一种情感 一种态度 一种幸福 更是一种没有压力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普达威达 你记住了吗 来此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 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影不离